警方在旺角截查一架私家车 手获约值10万元怀疑毒品 抓了司机 警方封锁现场调查 在私家车上 检获大约39克怀疑可卡因 和38克怀疑陆安酮 凌晨1点多 西九龙冲锋队在旺角洗衣街 麦花神球场对出 发现一架私家车刑绩可疑 上前调查 发现车上常有怀疑毒品 以涉嫌贩毒 抓了50岁男司机 他被黑暴梦头 双手锁上手扣 带回警处调查